等一下要講的是 洛敬城Johnny 他主要目前是GDNV的成員 他比較特別 他從2013年才開始 學習Python 我剛剛私底下問他一下 他也是因為要參與做GDNV 等一下他會介紹這個project 他才學習Python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在前幾天大概5月14號的時候 他剛好也在交代 有一個演講 有一個talk 題目就是開放透明的力量 那也是跟這個project相關的 今天他要講的題目 就是大家看的到是立委投票指南 從零開始 主要他會介紹一下他這個專案建立的動機 跟他應用一些相關的技術 除此之外他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參與GDNV的社群 所得到的一些心得 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Johnny 好 大家好 那做這個立委投票指南 那你可能會有疑問 指南 你會不會太狂妄了 那沒有我只是希望說 我們台灣人能夠自己開放 協助出一個工具 來輔助我們投票 那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我們可以明確的指出這個南這個方向 讓要往北要往東的人 不要走錯 不要投錯人 那投影片的那個網址在這邊 然後我也有放在Hackpage上面 那大家如果等一下來不及提問 我會不敢提問的都可以寫在上面 我會 事後我都會去回 那我是去年三月 因為我想要做這個網站 我就去線上學Python跟Web Application 那做這個網站以後 我也就順便換了工作 因為想要在工作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精進我這方面的技能 那我從小是完全不關心政治 甚至有點討厭政治 就不太喜歡看新聞 做這個網站之前 我立委跟議員我都分不清楚 那直到我第一次投票 那時候就是 就是 我爸媽叫我投給誰啊 那我就投給誰嘛 那投完票以後 我就覺得 很不舒服 因為 這個候選人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他立場跟我一不一樣 或是他到底有沒有未明發生 這個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就投給他了 那我覺得 就是民主是很多人流血流汗爭取來 就這樣被我這種不懂的老百姓浪費掉了 那我覺得可能很多台灣人都跟我一樣 我們曾經想要好好把握我們手中這一票 但是因為資訊的不對等 我們就只能 受到媒體啊 或家人啊 或朋友的影響 沒有辦法自己來決定 去看一件事情 那我就希望 我們台灣是民主的社會 我們應該有方法 讓我們台灣更進步 如果民主制度真的是好的制度的話 我們台灣是不是還少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現在去Google 立法院 會議紀錄 找了蠻久的 找到這份會議紀錄 那因為我們以前公民課 也沒上過什麼立法程序 有些常識嘛 所以剛開始我看到這份會議紀錄 我其實我也都看不太懂 那 不過我就看到說 欸 有那個出缺席立委 這個 欸 我們以前上課都被寄曠課 怎麼好像 我們投票的時候沒有看到這份資訊 那這不錯啊 我們可以拿來做 可是 後來再繼續看 一次會議就93頁 然後也沒有什麼大綱導讀啊 那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看 那剛開始我就很懶 我每一份都直接把它拉到最底 那這樣看了十幾分以後我就發現 欸 有這個投票名單 可是再仔細看那個洪框的部分 他說 XX黨團 然後提議了什麼事項 不予通過 他到底提議了什麼 什麼不予通過 我相信大家看完沒有人看得懂 那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就是我們投票給 立法委員 讓他代表我們來投票 結果他 投什麼我們居然都不知道 那這邊套用那個 The Zen of Python 他有說過 Explicit is better than Implicit 我們應該把它做得更清楚一點 OK 剛剛那個投票名單是88頁嘛 那後來又花了很多時間看這個會議紀錄 我就發現 喔 原來他有寫 像這邊這是有關這個合適的議題 然後最後有關鍵字寫說 表決結果名單附後 然後括號幾 就是剛剛那個88頁我們看到那個 然後這邊73頁 然後表決名單就在88頁 每個表決都是這樣 原來我們政府也懂這個魔鬼藏在細節裡 那再仔細看 剛剛那個投票名單 有贊成的 有反對的 有棄權的 就像各位桌上的那個按鈕 但是沒有投票的立委 都沒有在上面 都沒有紀錄 那這個 那我看到這個 會議紀錄 那我看到這份會議紀錄 我看到這份會議紀錄 我看到這份會議紀錄之前 我好像只知道立委很愛打架 那好像 像這個表決的資訊應該算很重要吧 為什麼好像 主流媒體都不報導 我可以來到派康不講一點那個技術的東西 好像怪怪的 那那個像剛剛那個很跳透的那個表決 一上一下 那這邊就是用那個 就用那個 把無藥的資訊抽取出來 像這邊 你可以看到 右手邊就是有投票名單 那直接用顏色來表達它的黨派 他看到說 好像 怎麼好像都是分顏色的 那 在一個投票的圓餅圖啊 好觀看 那還有 左邊就是他表決的 主題是什麼 議題是什麼 然後還有 加入一些Social Plug-in 讓 我們老百姓可以在上面 抒發一些見解 這個 Beautiful is better than ugly 自己說自己 網站Beautiful好像有點無恥 不過 最近大家對無恥的抵抗力 應該是越來越高了 好這邊 在講 因為我這網站用到很多 Regular expression 那我這邊提供一些 心得分享 就是 這個 Match的這個Pattern 盡量寫的像紅色這部分 把它展開來 然後記得去 命名 像第四行這樣的方法 去 將你想要Match的Pattern去命名 那你之後就可以用 第十四行的方式 把它很明確的抽取出來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你之後維護 然後 因為你不命名的話 你要用那個01234 到時候還在這邊數 然後 一定會出錯 因為到時候過了幾天回來就出錯 然後這個 Flat is better than nested OK 那我們政府在選舉的時候 都會給我們這個 選舉公報 然後他只給我們看說他長什麼樣子 叫什麼名字 然後性別 學經歷 更特別的是他還 只有跟我們講說他未來要做什麼 那我覺得很奇怪 我去找一份工作 人家都會問我說 你以前做過什麼專案 你用什麼技術做成這些專案 為什麼立委都不用 他只要講說 我為了要做到什麼 那我們就真的只能相信他嗎 我們就只能這樣賭博性的投票嗎 我就想要知道說 立委他實際做過的事情 然後他對各個議題的立場 那我就可以去 match我自己的立場 看哪個代表 最有可能表達出我的名義 這是我們立法院給我們他的 立委的那個 資訊 跟剛剛那份選舉公報比起來 就是多了他的聯絡電話 跟委員會 連證件都拿掉了 沒關係 我們自己來幫他們做個履歷表吧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我們就幫他做財產的分析 幫他做個個人財報 然後表決紀錄啊 政治獻金啊 提出了法案 然後他之前選舉說的證件 那像這些就是 他的表決紀錄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立委他到底針對什麼表決 他投下了贊成還是反對 那這個表決最後是通過還是沒通過 那你也可以用那個關鍵字來搜尋 就是比如說最近好像核四很好嘛 那就搜尋一下核四 看他的議題跟立場跟你一不一樣 或是你某天看新聞或什麼 突然看到他說他反媒體壟斷 來搜尋一下 看他是不是做的跟說的一樣 那我們提供出這些資訊以後鄉民就來了 專業的鄉民是很厲害的 他們就把這個表決 用很口語化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那他們就 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讓更多民眾了解 然後 一個人做以後就大家都來了 高雄的、桃園的、新北的 他們說要拿去那個 戈籃圍的街上來發 那這網站也有提供就是 拖檔表決的紀錄 那拖檔表決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他是國民黨的 那國民黨他在這個表決 大部分都是投贊成 那他投了反對或是棄權 那這就算拖檔表決 那這邊可以看到 蔡委員第八屆是沒有拖檔表決的紀錄 然後有天他就上節目嘛 他就說他違反黨紀第三名 那就被人家找到 欸你根本沒有拖檔投票過啊 他就被打臉了 那我就覺得說 欸不對啊 蔡委員搞不好他只是記錯 搞不好他之前前幾屆 是真的違反黨紀第三名 那我就繼續做 把第七屆的那個表決紀錄也做出來 結果還是零 那那個其實蔡委員他第五第六屆也都是立委 那目前第六屆的表決 我那邊卡關中 因為那個會議紀錄的寫法不太一樣 那歡迎一同來幫蔡委員洗刷他的冤屈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開源出來 因為像我之前我也不知道G0V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就一個人悶著頭在那邊做 那 後來做網站就是上線以後 就有朋友跟我講說 欸G0V跟你在做的事情很像 然後就說G0V 然後我就去參加他們Hack Song 然後才發現哇 太多東西不會太多東西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那也是因為去跟他們一起協作之後才發現很多資料 或是很多我的做法是不太好不太合適的 那這邊這個網站全部程式碼都是open出來的 你可以到網站然後點那個關語這邊 這邊都有把資訊放在這邊 然後又做API 那一樣的也有放意見回饋的地方 那稍微不要眼的分享一些自己的學習的經驗喔 在現場的各位可能不太需要了 不過可能你們身邊的人也需要 那我做這個網站很重要的學三門課 其中Udacity這邊我是學它的這個 Introduce to Computer Science 這個它就叫基本的Programming 那它是用Python這個語言來做例子 那我會基本的Python之後 我就去因為我要做網站嘛 我就去學Web Development 那它這個課是用GAE來做例子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是了解它的 基本的概念就好 什麼是request啊 什麼是response啊 那這樣就夠了 我們就之後可以自覺 就是有一個基礎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對我也是幫助很大 是Coursera這個Startup Engineering 它是 這門課它的目標就是說 希望你上完以後你可以自己創業 所以它教很多食物上的東西 那這邊這個課程全部都免費的 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課程 不只工程類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自己去 去學 那當然 你也可以來決定VM 那這邊也是分享一下自己一些很悲慘的經驗 剛開始我沒有開VM 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那個示範 希望大家就先開VM吧 然後去年這個時候 我只知道Windows 那我就在Windows上面開始寫Call 那等到寫差不多我想要把網站deployee上線 我發現欸 怎麼找不到什麼Server可以deployee我寫這個Call 然後就 後來才知道說 應該是要放在什麼Linux啊 那像我現在就用無邦圖這樣 所以說 新手真的是 大家可以提醒他們一下 因為 就是 在Windows上面 就是一個悲劇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我覺得是選擇ide 像我現在就是學著用那個VM 那我覺得還蠻值得下一些功夫去學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像Subranitex啊 或是一些很popular的ID 因為我沒有用過啦 所以說我這邊就不作獎 那我當時居然用Windows的這個筆記本 筆記本在那邊寫Call跟HTML 那這個真的是絕配 如果你們身邊有這樣的人 絕對要拉他一把 然後我剛開始沒有用版本控制 我每次寫Call是怎麼樣 我每天開始寫Call的時候 我就把我那個folder Copy Post 一份在旁邊 然後開始寫 我這實在太蠢了 那 如果 趕快用個Github或Bucket吧 那 這邊是我用過的Database 那我這邊就不細講 那就是 這個網站用的是Postgres 那我為什麼會選用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它有那個Json的Current Type 那我可以為了一些資料 我不用需要 不需要去開這麼多的Database 去做Relation 把它當Noz code這樣再用 那另外就是它還蠻穩定的在成長中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有一些Server租用的那個環境 它就只支援Postgres 像是Heroku 好 那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網頁用到的工具 那 資料處理的部分就是用Python嘛 那 Wave Framework這邊我是選用Django 那沒有什麼別的原因 因為我剛剛一直看到覺得它文件寫得很好 很適合我這種什麼都不會的 然後Current的部分是我是選用Scrapey 那也沒有什麼別的原因 因為它長得很像Django 我就覺得蠻適合的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那個Pandas 這是非常強大 像我那個立委的財報啊什麼的 這些都是用Pandas來做一些分析處理 那不知道這個作者 不知道它的那個工具被拿來分析這個財產 那另外就是網站CS的部分 是用Bootstrap 這個剛開始喔 我沒有寫CSS 我就把網站Deployee上去 然後就被人家使用者說 你這網站好像那個詐騙網站 然後才趕快有人推薦我用這個 救了我一命 大家要寫網站趕快研究一下 那資料視覺的話 這邊我是選用那個D3.js 那這邊再分享一些 學習一些 新東西的一些心得吧 就是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你要先想好 你這個工具hello world run完以後 你到底要做什麼 那像我這邊我可能就是 會拿我有興趣的素材來做學習 像是我想學資料分析 我就拿這個立委的財產 申報來做分析 那如果中間卡住我就很不爽 就想要把它學好 那像是我想學資料視覺的話 那我就拿政治獻金來學習 那再來很重要就是把它open出來 因為收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回饋 一些大事跟一些建議 還有一個 Anger 我個人可能就是比較不成熟 很容易情緒不穩 像我看到這個就很憤怒 那我們就用憤怒來化為一些行動 像他說這個 我們的委員居然有什麼 土地有143筆 我想說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吧 這是監察院他的財產申報的資料 那我們就用這個強大的pandas 不過還是需要很多努力 因為他這個資料真的很髒 髒是指資料 不是他的財產 那 最近就可以看到說 有點比較不清楚 就是可以看到他這個財產的趨勢變化 有點像他個人財產的財報這樣 你可以從中觀察出你們家立委 有沒有什麼財產有沒有異常變化 或是他可能 他是不是最近欠人家很多錢會不會跑路去 那這邊開院以後 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因為剛開始這些什麼幾十億的 我們這種老百姓根本就看不懂 太多靈了 那很多使用者都跟我抱怨這個狀況 那後來就有人推薦了我這個 這個NPM-ZH-Util 他這個就是可以幫你把這個大數字轉換成什麼 比如說像這邊看到什麼 7.90億元 這個 他好像還不錯用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他財產的細目去做分析 像是這個 這個 台北市啊 居然還有三四十坪的房子 只要五萬塊就可以買到 我也好想買 其實這個資料蠻有趣的 大家不一定要把它政治化 你可以拿去分析做一些財產投資也是不錯 政治獻金這個應該蠻紅的 就是我們政治獻金台灣居然要走進這個門 人要走進去 然後進去花每一張兩塊錢 影印這個政治獻金的資料 這個真的太蠢了吧 它是有公佈總數 那就有人把它整理出來 我想說 既然它這麼蠢 那我們就先做一些 有趣的東西吸引一下大家注意 那看是有沒有可能改變這樣的現況 像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收入大概是多少 大概成分是怎麼組成的 或是它的支出 像這邊你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委員 都花了很多的部分在宣傳 這個選舉居然要花兩三千萬在宣傳 這也是啊 像這個中原院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邊 應該是 那它就說 中原院這個 國家公堂 沒達到幾下 國家花錢養殖鹽幹嘛 我想說 他研究中原院 那我就研究立法院 那我們來幫立法院研究一下 他們這個有沒有達到績效 結果不研究還好 一研究發現說 怎麼還有議委這個投票率不到5%的 然後就是一百多次沒有投票 那這個王金平跟洪秀柱 他是院長副院長 說其他的也太誇張了 套句他的話講 那這個可以講 國家花錢養殖鹽幹嘛 那我這個 做這個網站的時候 我犯很多錯誤 其中我覺得有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當時 在比如說 我把這表決資料放進 database 的時候 我沒有去決定 它的這個資料的唯一值 我就直接用那個 database primary key 來當作我EYL 看到左下角 268 那就是那個表決的 primary key 那這樣很不好 就是 因為我如果未來想要重現這份資料 或是別人想要用別的語言 重新抓這份資料的時候 不太可能這個表決又剛好 primary key又是268 那你這個EYL如果已經灑出去 那就會連到不同的表決 這樣不太好 這邊提供一個範例 像是說 例如 就是立院第八屆 第四會期 第十七次會議 第六個表決 這樣子的特性是固定的 他是第幾次就是第幾次 那我們就是盡量使用這樣子的 資料的特性 把他特別的抓出來 然後去當作 你的網址的 的key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還蠻需要思考 就是說 像是一些column的value 在決定的時候 例如 贊成反對 棄權沒投票 你會用 一負一零諾 還是用Stream的方式來表示 那這邊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想 那這邊我是覺得說 用數字的方式的話 在做某些計算的時候很方便 例如 托檔投票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對同黨立委去做平均 那如果不是整數的話 表示有人托檔 那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說 如果今天加了一個 他們有多一個選項 比如說 他可以在場不投票 那我就完蛋了 這邊就可能沒有什麼合適的 值可以給他 那另外就是 多多參考 全世界大師 怎麼定這些schema 下面就是Proporo Project 那網站上線 真的是很笨 當時沒有買那個Domain Name 然後就把它Deployee上線 那我的網址就綁著 那個Service的名字 那以後如果那個Service 找一個天價 我不是完蛋了 所以 花點小錢買一個Domain Name 再上線吧 然後選擇平台部分這邊 因為我剛開始就是寫Core 已經寫得很困擾 然後就趕快選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Heroku 就上線 不過還是有很多選擇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還是多研究 像是Leno 蠻多人在用 或是Amazon EC2 自主性比較高一點 如果不是選用像Heroku 這種PAS的話 就是這些東西可以參考 那這網站做出來以後 就蠻多新聞媒體有興趣的 像TVBS 就說缺席立委 潘力立委現行 或是聯合報 對政治現金蠻感興趣的 或是蘋果 他們也對立委缺席狀況 做一些報導 我是一個奠基系的學生 放個這個系統的圖 不然免得我老是會哭 那個一個系統 需要正負回收 才有機會見趨穩定 那這很重要 那使用者給了我很多feedback 像這個 使用者很專業 他就給我一個feedback 就是Conscience Vote Conscience Vote 在國外已經行之有年了 就是比如說 他們有一些人權的議題啊 他們政黨是不會對你這個議員 去做任何的限制的 OK 那我本來一個宅宅 也不太知道這是什麼 不過他一回饋給我以後 OK 這就是我們台灣 Conscience Vote的一個狀況 你可以大概看出來說 這個四成的立委 是沒有表達過黨以外的意見 那最多的也只有九次 大概突然投票率是2.55% 那這個東西做出來以後 就有人回饋一些問題 像我這個之前 我還去給他排名什麼1到幾名 2到什麼 那他就說你這樣排名不客觀啊 那重點應該是他投了什麼表記的內容 這樣就很好 我就覺得說 這樣的工具應該就是由全台灣人 一起來打造 所以說就是因為他這個回饋 我也就再加一些 加註一些警語上去 說拖種回饋不一定比較好 那你應該要再仔細去看他的表決內容 來做論定 那像是有人就說 你那表決太長了吧 就是看不懂 太長了 可不可以做個摘要 OK啊 那就是後來用Regular Expression 找到一些規則 可以抽取出一些比較 關鍵的 像這個精簡版這部分 OK 未來還是有一些目標 如果這個平台發展到一定的地步 我希望邀請立委來平台提案 來平台做他的提案跟表決說明 他為什麼要投贊成 為什麼要投反對 那候選人也可以來這個平台 模擬的投票和提案 或是對他的財產跟政治現金 預先申報 那我們投票人就更有機會在選舉權 就更了解這個候選人 或是做一些線上極致的功能 幫助數人參政 那另外想要做議員投票指南 另外最重要 今天為什麼在這邊就是 希望大家一起來 一起來做吧 資訊都在那個 程式碼都放在上面 OK 最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Aaron Swartz 這是 年紀跟我差不多 但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那他 他是一個資訊自由的鬥士 這是他寫的一本書 然後我就直接用唐鳳翻譯的一段話 來和大家分享 衡量成功的標準 可以是有多少人的生命 依你獲得改善 而不只是有多少人看你家的網站 哪些我們會選哪些技術是真的管用 哪些只是在自爽 讓我們不要再用 我們只負責公佈資料 怎麼利用是別人的工作這種藉口 讓我們決定我們的工作 都是在世界上爭取公益 謝謝大家 讓我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到那個How to join 那我等一下會把那個 GitHub的連結跟 那個IRC 把它貼在這邊 你好 那個我這邊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你的第35張投影片 裡面 裡面有一個資料正規畫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 那邊不是有那個 利願第八屆第四旗 然後那你是怎麼樣對應到 支架庫的一個PK 還是說你 就是說你支架庫是從一個 Integer的PK嗎 還是 還是其他方式 OK 那除了就是PrimaryKey外 我就是在多加一個欄位 然後是 比如說我就寫UniKey UniID 那我就指定那個ColumnType 要是UniK的 那就資料庫就會幫我檢查說 如果有重複 他就不會讓我 insert進去 那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謝謝 謝謝 那請問還有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話 舉個手 看一下 那邊有 那個 我也是那個三 주� 剛剛投影片那個地方 那邊我有個建議 就說 我不知道我講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 贊成反對棄權跟沒投票 這邊啦 沒投票可能不應該用 弩PE來代表 因為弩PE可能它代表的是指說 比如說這筆資料疑似 當然一般是不會有這種情況啦 但是以好像我所理解的資料庫的觀念裡面 NUO好像不能夠用在這種情況 所以可能應該在沒投票的這個地方 可能要另外用一個數字而不能夠用NUO 我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 如果有人對這個ETB更了解的話 了解了 因為其實我後來去翻那個Performer Project 他們也都是用Stream的方式在定義 對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然後緊接要下一個Session 那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私底下可以再來找Johnny